这么说,就是我和杜凡、范林、古墨、魏风五个人,若是再加上灰狼就是六个人,六人一小队的佣兵团。 嗯,你们都是有过独立经验的人,在这边又是几个人组一个小队,对你们来说,问题应该不大才对。 眼下的事情就这么安排吧,你们各自着手准备。 啊,另外,清澄,你要离开时,最后不要让人看到你是从这里面走出去的,免得被人盯上了。 是,主子放心,我知道。 灰狼,你去不去? 几人看向灰狼。 什么时候去?我定制的那马车这两天还得去验收呢。 待会儿啊,我们去阴兵工会看一下,注册之后接个任务就可以走。 你要是不去,你就下吧。 留下似乎也没什么事,这样吧,我等会儿去问问马车好了没,让他们加快点给我弄好,然后我跟你们一起去。 这家里有主子和古一他们在,也不会有什么事的,倒也不用太担心了。 于是他们商量好后,便各自行动。 杜凡等人去佣兵工会,注册一支佣兵队,灰狼去看那定制的马车,什么时候好。 白青城也在准备启程,去留仙踪。 冷华依旧打理府里大大小小的事,轩云莫泽见凤九都安排好了事情,便又去了后山的洞府闭关修炼。 闲在府里的凤九翻看着医药书,研制着药物,一天的时间倒也眨眼间过去了。 此日,灰狼来到凤九院里,便换着。 鬼依,今天的马车可以取了,你要不要一起去看看,要是有不满意的地方还可以让他们再改改。 也行,这几天一直待在府中,也没有外出,今天就去转转吧。 那我们现在就走。 叫上冷霜,让他带上浩儿一起去,顺便逛逛街,买些东西回来。 他笑着往外走,灰狼见状,连忙跟上。